我是觉得同学比较容易卡在这个地方 因为你环形正面 当然你视觉上你只有某个角度 你如果再转就比较转不出来 不过用久了大概让他可以理解 就是他很快可以帮你在360度里面 要放几个这样的东西一样 只是旋转角度而已 那接下来呢另外一个 后面有一个 所以后面那个怎么办呢 用什么方式呢 旋转加复制对不对 复制不行啦 或者你 当然另外你可以重做一个啦 只是比较花时间 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 就是再把这个圆来这个 先选取 记得用虚线的 为什么 因为整个选取嘛 因为我希望 但是不要选到圆啦 不要选到圆 再来用旋转 旋转接下来就Cn的 因为跟刚刚是一样的 C就是要复制一个对不对 Cn的旋转几度呢 180 先先基准点 基准点一样在正中央 基准点 基准点先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的话呢 再Cn的旋转几度呢 180 为什么 因为他刚好转180度 对不对 然后必须再复制一个 哎有没有看到 可是呢 再来就是那个线段 就再来怎么办呢 把它修剪掉 那我讲过嘛 修剪是怎么样 点一下 再按空白键 有没有 那怎么修呢 反正看到这个前面哦 只要不需要的线段呢 通通都把它修剪掉 这有点好像在练你那个 这有点好像在练你那个 练到最后我发现 这个也不一样 这个也不一样 反正就是 留下前面的部分呢 就是 这这部部分 那后面的部分都把它删掉 那另外哦 修剪还有一个比较快的方式 这个是比较笨的一点 方式 那比较快的方式就是说 你可以先决定 你要修剪的范围 你的范围哦 第一个先选范围 就是这个框框先选取起来 这个范围里面的线段 哦 先选